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当我第一次踏上丝绸之路的时候 在灯灵了阳关封碎的那个时候的无比兴奋 我已经跳起来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推开洞窟的大门 让第一缕光照亮了满天神佛时候的那种无比的震撼 好像我给了他们生命一样 还记得我挑灯夜战 奋笔急疏 认真地准备那些洞窟讲解池的时候的那种一丝不苟 好像又回到了准备高考的时候 还记得终于通过了严格的考核 拿到了那把可以通开735个洞窟的 墨高窟钥匙时候的那种激动和兴奋 当然了 当我真正变成了一个墨高窟的讲解员之后 这些情绪又化成了带领五湖四海的游客 进入到墨高窟的洞窟当中 去给他们讲解敦煌文化的时候的那种紧张和兴奋 其实我自己当时认为自己准备得非常充分 但实际上我的第一次墨高窟的讲解 状况百出 尴尬不断 第一个尴尬就是我的讲解经常的超时 作为一个墨高窟的菜鸟讲解员 在面对游客的时候 我总是忍不住要把毕生所学 亲郎相受 所以这个导致在洞窟门口等候的其他的一些游客 怨声载道 我也因此收获了很多其他团队的讲解员的白眼 当然 第二个尴尬 这是由于我还没有学会节约用电的小窍门 所以我的墨高窟专用手电筒 在行程还没有过半的时候 就已经停电罢工了 导致整个洞窟瞬间黑化 我也因此收获了不少来自游客的白眼 而第三个尴尬呢 这直接吓出了我一生的冷汗 因为按照规定呢 每一个讲解员在结束了一个洞窟的讲解之后呢 是需要跟下一个团队的讲解员进行交接 确认的 如果没有团队在等候呢 那你就必须把这个窟门锁闭 但是呢 我当时由于着急的要去往下一个心仪的目的地 所以呢 任由我们的国宝洞窟 门户大开 在风中凌乱 一直到很远的一个讲解员大声地提醒我 我才注意到了这个疏漏 当我回身去关门的时候呢 感觉到满身都是这些诸天神佛投来的白眼 当然最重要的一次尴尬呢 肯定是要到最后才出现 按照规定 我应该为每一个游客去讲解八个洞窟 但是呢 当我快要走到这个窟区的出口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用尽所有的数学知识 只能统计出七个洞窟 这时候我环顾左右 已经没有一个曾经系统学习和考核过的洞窟了 这时候我没办法 我只能万般无奈当中硬着头皮 带领这些游客进入到了一个 我听老师讲过 但其实根本没有系统学习和考核过的 237窟当中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地 完成了我的这一次讲解 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尴尬的经历 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墨高窟讲解员的那种不义 也明白了自己需要不断地去继续学习 增强我们的储备 所以每一天在结束了我们的洞窟讲解工作之后 由于我手持墨高窟的钥匙 这个武林自保 所以我们就邀约上其他的我们的一些志愿者 一同打开一个又一个的洞窟 开启了我们的自学之旅 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由735个洞窟 45000平米的壁画 2400多森彩树 以及五座唐宋的木构窟檐 还有五万多件长津洞的文物 共同组成了一个奇幻莫测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当中呢 我看见了千年当中的频繁的生活 比如说这一幅 距今一千年的五代时候的壁画 这个人在干什么呢 OK 这个人正在洗头 原来一千年 之前我们的祖先是这样洗头 屁股撅起来 头伸到地上的铜盆当中 他是这样洗头的 哦 这两个人又在做什么呢 哦 剃胡子 在理发 对吗 OK 原来通过敦煌的壁画 我们能看到我们的仙人 他们是这样洗头 刮胡子 理发的 所以呢 我叫这组壁画 叫墨高窟 洗剪吹 在墨高窟第十二窟当中呢 我又有幸参加到了一次 非常盛大的婚礼当中 在绝美的天地当中 搭出了一片青炉 在青炉当中 宾客云集 争修满足 这时候呢 新人准备过来 行李了 我看到新娘长得特别的漂亮 在这个位置 她凤冠霞配 肤白纯红 但是这时候呢 我有点疑惑 新郎在哪儿呢 这三个圈当中哪一个是新郎呢 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新郎 趴地上的 太棒了 确实这个黄圈当中 趴在地上的这个就是新郎本郎了 这样一幅壁画呢 就让我们能够真切地看到 在唐代婚礼当中 男跪女衣的这种特殊的习俗 也就是说 结婚的时候呢 男人是需要跪在地上磕长头 而女人只需要捉衣即可 敦煌壁画就给了我们这样 珍贵的以图证实的作用 当然在墨高湖的156库当中 这是距今1200年的一个洞窟 在这个洞窟当中 有一辆敦煌牌的婴儿车 正在向我缓缓死来 这个婴儿车呢 非常的高科技 有点穿越感 四轮驱动 为母亲设计了推手 然后呢还为我们的婴儿设计了什么呢 遮光罩看到了没有 安全带看到了没有 所以呢当我看到这幅壁画的时候 其实我的内心是非常羞愧的 我代表我们1200年之后的 后人感觉非常的羞愧 因为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其实我们的创造力 好像并没有什么进步 当然了在墨高库的这个新世界当中 我也赏悉到了一些非常璀璨的古代艺术 比如墨高窟217窟当中的 这幅山水壁画 就让我赏悉领约到了 唐代著名的画家李世迅 李昭道父子 所代表的那种清绿山水的那种风俗 同时呢在墨高窟103窟当中 这幅围魔结局势像 又让我能够领约到 著名的画圣吴道子的那种 吴代当风的那种飘逸 当然吴道子大小李将军 这些声名赫赫的人 非常遗憾 他们没有一幅真迹传世 时间就是这么残忍 他把这些艺术真品 从人们的手中夺走 但是呢有一天 他又在敦煌 把它全部归还给了我们 当然在这个全新的世界当中 我还感受到了厚重的历史 比如说墨高窟220窟当中的 这幅帝王图绘制于贞观年间 所持的长巾展现出非常曼妙的舞姿 而这就是风靡大唐的胡旋舞 看到这两个舞者的时候呢 我不仅想起了一代的 一代胡旋舞艺术大师 谁呢 安禄山同志 安禄山呢 在这个正史当中记载他 旧唐书安禄山记载他 晚年一肥状 多状 三百三十斤 整个状法呢 腹垂过膝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三百三十斤的大庞子 来到唐玄宗面前的时候呢 做胡旋舞 极如风烟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像风暴一样的胖子 急如风烟 当然苏联之后 正是这位胡旋舞表演艺术家 以及野心家 发动了安史之乱 让大唐的盛世戛然而止 所以呢 这就是非常神奇的敦煌莫高窟 仅仅在一过洞窟当中 他就让我们看到了大唐王朝的心和衰 当然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还邂逅了苏州 莫高窟三百二十三窟当中的这幅壁画 名字叫做《无松江口石佛福江》 他讲述的是在西晋时期 一个名叫朱印的苏州人 在无松江口将两身石佛 迎送向苏州城当中的通玄寺 供养的这么一个故事 非常神奇的是什么 是通玄寺这座寺庙 今天依然在 有人去过吗 他只是改了一个名字 改为了开元寺 有人知道了 改名为开元寺 留下了一座非常非常壮美的无良殿 今天隐身在 孤叔古城的东大街 万历花园小区当中 所以我想当你们有一天去看到了这座 一千三百年前 它的名字就已经被写在敦煌的 崖壁之上的古事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觉得 敦煌离你们并不遥远 它跟你们的生活 跟你们的城市 都有着各种各样神奇的联系 同时你们也可以从中感觉到 苏州文化 江南文化 那种深远的影响力 即便偏僻到了敦煌 它依然可以留下它的痕迹 当然在这个奇幻的世界当中 我不仅仅得到了感官上的享受 同时也经受到了精神上的洗礼 这幅壁画是墨高窟二五四窟当中 非常非常著名的舍身四虎 它所讲述的是萨朵太子 为了救助恶虎 把自己的生命和身体 捐助出来的这么一个故事 展现出了一种极致的 自我牺牲的精神 而当年被称之为敦煌的守护神的 常树红先生 正是在临摹这幅壁画的时候 遭遇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挫折 跟他一起从法国归来的妻子 由于没有办法忍受 墨高窟清贫的生活 离他而去 他放下画笔 策马狂追 但是最终未能挽回 昏死于戈壁当中 被石油勘探工人拯救了回来 在休养了几天之后 他重新回到了二五四窟当中 完成了对这幅舍身四虎壁画的临摹 我想当他重新拿起画笔的时候 他一定对这幅画 有了全新的认识 那种清贫的生活 妻子的离去 可能并不是他生命当中的偶然 而是他选择守护敦煌 所必须付出的自我牺牲和人生代价 也正是以藏书宏为代表的 这些敦煌的守护者们 献出了他们全部的青春和热爱 才有了敦煌的重生 当然说到这里 我要插播一条公益广告 这两天在苏州博物馆的西馆 正在举行此心归处 敦煌临摹的大展 这也是苏州历史上第一次 敦煌主题的大展 其中就有藏书宏先生亲自临摹的这幅壁画 推荐大家前去膜拜打卡 也期待与你们在那偶遇 当然刚才那个事业是不是非常的奇妙 我其实特别想待在里面 一直不出来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同感 但是40天快如闪电 当我在去收拾行装的时候 发现我的行囊当中不仅仅装满了文化和艺术 还有那些刹那的领悟 比如说在敦煌我了解到了自己的无知 其实在此之前我还是一个蛮骄傲的人 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饱毒诗书的人士 但是这样一个信念在敦煌的石窟当中崩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的一生 萧氏的树特 归义君政权 回湖 余田 这些陌生的字眼向你袭来的时候 你在应接不暇当中 就真的要承认自己的无知 但是我觉得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可能是你通向人生丰富的必经之路 同时在很多的壁画当中 我都读出了欲望这两个字 比如说上面这幅 妇如皆知的九色录本身故事画 以及下面这幅叫做 小沙迷自杀首戒 因缘故事画 这两幅画在同一个洞窟当中 它们从正反两个方面 向我们展示了控制欲望的重要性 而在墨高窟的二百五次事库当中 有一幅非常重要的壁画 名字叫做降魔成道 他说描绘的是释迦摩尼 在成佛之前的最后一战 在这一战中 他扫除的降服的 其实并不是外界的妖魔 而正是心中的心魔 是贪嗔痴 是欲望 所以呢可能学会如何去驾驭 我们的欲望 可能才是我们一生都要去修炼的过程 当然在敦煌也教会了我 应该时刻去保持敬畏 这张图片上所展示的这些树像 是清代的时候 王道士通过募捐 重新修的重新树的树像 看起来确实是非常的山寨 对吧 他们千人一面 大红大蓝 确实是比较艳熟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树像的时候 也是觉得他不值一审 甚至觉得他大煞风景 但是呢 在40天之后 我确实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虽然他们品相不佳 但是呢 这些树像依然是这些供养人 花费了他们的全部积蓄 依然是这些树工们 用尽了他们的全部的才华 才创造出来的作品 他们的背后 其实是一颗一颗的 全力以赴的心 而我们这些寸功未利的人 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他们呢 所以我不断地提醒自己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你需要时刻去保持敬畏 当然 最大的领悟 来自于我从这一千多年之间的 这些不断地捐献自己的财富 去修库的供养人身上 从这些虔诚的化工树匠的身上 从这些奉献 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墨高窟的 这些敦煌守护人的身上 从今天依然在洞窟当中 苦苦地修这些壁画的面壁者 和这些在窟顶与封杀 不断地做着斗争的这些 自杀人的身上 我感受到了热爱 看到了一种坚守 也明白了人这一生 你终究要对某些事付出深情 当然了 我终究是要回到苏州的 回到苏州之后呢 其实我常常梦到的 想到的 其实并不是那些飘逸的飞天 那些绝美的菩萨 而是什么呢 而是墨高窟205窟当中的 这幅观音和供养人像 在这幅壁画上 高大的观音 站于莲花之上 他的右手下垂 用食指和拇指 轻捏住一串链珠 而在他的脚下 有一位身着长裙的供养人 这个供养人呢 一手持着香炉 而另外一只手呢 竟然握住了 练珠的另外一顿 这种人和神的真实的连接 让我觉得内心俱正 我觉得我自己就应该成为 连接人和神的 这么一串练珠 我要去把 墨高窟满天神佛的故事 去讲给普通人听 可能这样才不辜负 这40天的相遇 所以呢 从此之后 我开始不断地走进 学校 社区 书店 图书馆 博物馆 去用我自己擅长的方式 比如说讲座交流 壁画体验 比如说展览导览 用这些有趣的方式 向我身边的朋友 去传播敦煌的文化 同时呢 我也不断地尝试着利用 去培养我身边的 这些小同学 小朋友 让他们呢 在能够了解了 敦煌壁画故事的内容 了解了他的艺术价值 以及精神内涵的基础上 可以去向他们身边的人 讲述敦煌的故事 我也不断地再去继续发现 苏州和敦煌之间的这种联系 我希望 我相信 这种神奇的联系 可以消解陌生 可以拉近距离 可以让敦煌和江南不再遥远 当然呢 我也把自己的经历 写成了敦煌守望四十天这本书 我相信这本书 可以像我当年曾经拥有的 那把墨高窟钥匙一样 帮助更多的人 去打开敦煌文化的大门 我相信他们将和我一样 在那扇大门背后 看见千年的生活 厚重的历史 璀璨的艺术 还有那些神秘的联系 同时呢 他们也会从这扇大门后面 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 一个深情而不滥情 平凡 但不平庸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